年底到了 外汇市场将迎来千点大行情 这是每个讲一讲 每年最大的赚钱机会 过去三年都是如此 这个机会错过了再等一年 这个月我们社区四位老师轮流带队 通过社群和石盘直播 为大家仔细梳理每天的策略和机会 一起把握这波大行情 想跟上朋友可以用微信扫一下 右边二维码 或说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回复上车 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那么今天是7月9号 昨天我们对黄金的预测大获成功 昨天我们预测黄金大跌 最终的话是从2046跌到了2016 大跌了300个点 这波下跌非常的顺畅 基本上就没有出现过反弹顺势回落 所以说像这种走势的话 它就是比较明显的阴跌走势 单边走势 这种行情的话只有说什么 只有说你上车了 才会真正的撞到 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 那基本上你也就抓不到这波行情了 因为随着行情越来越跌 越来越下跌的话 你这个做空其实越来越不敢做 所以说像这种行情的话 它就是上车是最重要的 反正这300个点的行情 怎么说呢 如果说做一手的话 假如说你做一手黄金 跌300个点的话 那差不多可以撞3000美金 我们也不说你撞3000美金 你300个点的空间 能抓到100个点 那也可以了 所以说行情还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怎么奇妙呢 昨天下跌真的是非常的顺畅 我还想这能不能出现一些反弹 或者什么样的走势 但它直接就跌了 昨天这个黄金的走势 另外的话我们昨天预测原油 也差不多预测对了 什么叫差不多预测对了呢 因为我们昨天预测原油 它的走势是走一个相对来说 三角形的一个空间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其实昨天主要是说了一个关键的节点 没有说 没有很肯定的说是上涨还是下跌 因为昨天说的关键节点就是下方支撑位嘛 在下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支撑位附近呢 如果能形成止跌信号就可以看涨 但在昨天走势当中呢 在三角形的 在原油的三角形的这个位置 下方支撑位这位置呢 并没有形成反弹 最后呢持续下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判断行情的时候呢 方向明确的就直接跟它说 看涨还是看空 方向不是很明确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呢是观察重点点位的一些变化嘛 要注意这种细节啊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依旧跟大家分享这四个产品的走势嘛 黄金 原油 欧元 每日的走势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欧元的走势目前是怎么样的 其实欧元呢 在昨天的时候啊 重点也跟大家讲的东西 叫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的一个调整的空间 但是啊 这个欧元呢 第一个 昨天预测对了吗 昨天没有预测对 对 昨天为什么没有预测对 欧元的走势呢 因为昨天的话 思路是说什么呢 思路是说 这个欧元呢 应该会有一个破位下跌 跌到下方支撑线这位置 对不对 那实际上正常的逻辑来说 或是按照正常的走势来说 黄金下跌了 那么欧元的话呢 应该也是要顺势回落的 对不对 但昨天黄金跌了 像欧元呢 它就没有下跌 这就有点反常 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目前的结构 目前的话呢 这个欧元呢 还是非常清晰的 它怎么清晰呢 首先 这个高低点方面的话呢 明确啊 没有给到什么 不一样的走势 上方最高点 1.0998 下方最低点 1.0876这位置 对不对 然后在昨天的走势当中呢 其实它的支撑位 应该就是下方 这个低点附近嘛 下方这个位置 对吧 下方小低点的位置 它的支撑呢 大概是在 1.09200 1.09200这位置嘛 对不对 OK 这是1.09200是支撑 那么上方怎么样呢 上方的话呢 可以画条压力线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 感受到什么呢 上方的高点 在不降不断的下降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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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降 对不对 低点的话呢 基本上不变 如果说你把低点 往上抬升一下 这个也可以 比如说放在这个位置 也可以 对吧 但是我们为了精确一点嘛 就放到下方这个位置 就好了 OK 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 那你可以感受到 目前欧元呢 怎么样呢 欧元 在目前的30分钟图当中 欧元在目前30分钟图当中 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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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三个嘛 三个高点 说错了 是三个高点 在不断下降 低点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走势呢 是比较明显的一种 下降三角形 对吧 那么下降三角形怎么样呢 最终的话呢 还是要破位下跌的 所以说 按照目前这种结构 在欧元没有突破 上方 1.09 就1.100名吧 在没有突破 1.100名的压制之前呢 应当是顺势探空 我们也不说 跌到下方 低点附近 只要跌到 中间的支撑位 1.09 200名附近的话呢 也可以了 现在的话呢 是在 1.09 600 700名附近嘛 也就是说 30个点的止损 去博弈多少呢 博弈下方 50个点的盈利空间 50个点的盈利空间嘛 是不是 所以欧元的话呢 它的节奏啊 我觉得还是OK的 可以按照这种方向 或说空间呢 去做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日 这个最近的话呢 我们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再加了美日的 这个产品嘛 这美日的话呢 它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波动也算比较大 它不像黄金 它不像欧元英镑呢 波动比较慢 那像这个 像这个美日的话呢 它的波动啊 还是比较激烈的 你像昨天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美日呢 会有下跌嘛 然后最终美日的话呢 就是下跌幅度呢 还是比较强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30分钟图 在30分钟图中 昨天呢 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昨天大概在这个位置呢 是吧 昨天讲解的时候 美日大概在144.6附近 那现在的话呢 美日已经跌到了 13.143.4 这段下跌的话呢 也算是跌了100来个点了 下跌空间的话呢 是比较充足的 那么像美日 美日的话呢 接下来是继续下跌 还是说怎么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来具体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呢 美日这里呢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很长的上影线嘛 上影线形成 那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了立空嘛 对不对 这个位置 单针探底形成 行情下跌 这位置 单针探底形成 行情下跌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美日呢 并没有跌完 如果说要下跌完成 或说结束下跌的话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跌到 左侧低点附近 左侧低点在哪里呢 就这里嘛 是不是 这里跟大阳线往上拉伸 后面几个K线 把阳线返包嘛 所以说像 美日它下跌目标位 应该是把这个阳线的低点 给吞没掉 而阳线的低点在什么位置呢 可以找一下啊 大概在142.8 对 142.8 那我们前往到四小时图 142.8的这个位置 一小时图当中呢 一小时图当中的话呢 142.8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画一条水平线 OK 那接下来 每日的下跌目标 就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142.8 这位置就可以了 根据目前的走势 根据目前的走势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啊 美日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下跌节奏 比如说上方压力线嘛 我们这样画一下嘛 上方一条明显的 下跌压力线 下方呢 有个比较明显的 下跌支撑线嘛 基本上在这个区域当中 对不对 这个区域当中波动 OK 所以说它的节奏呢 非常的明显 下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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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应该在 反弹的高点 去做空 博弈这个回落嘛 因此呢 如果要去做 美日的话呢 应当反弹到 144附近之后呢 去博弈这个下跌 所以可以感受到 在目前 美日的日元 每日的一小时图单中 行情呈现出 下跌通道走势 接下来反弹到 上方之后去做空 所以呢 144附近呢 是说做空的 路长点位嘛 路长点位 你带个止损 比如带个 144.6的止损 也可以 去博弈它下跌嘛 跌到下方目标位 142.8 或说143这位置就行了 所以说 在目前走势当中 美日呢 它的方向 以及空间呢 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去博弈空单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重点去聊聊 今天的主要的 黄金原油这产品啊 呃 其实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呢 大家认为这个黄金呢 到底还能不能涨起来 或者还能不能 继续跌下去 也就是我们去 飞行情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是 要先想一想 它到底是 接下来像上涨 还是下跌 对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大周期嘛 日线级位 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可以感受到 目前走势当中 这个行情呢 它的波动啊 开始有点弱了 对不对 日线级位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 不灵带上轨是平行的 中轨是平行的 下轨是平行的 那也就是说 目前黄金的话呢 经过下跌之后呢 有止跌上涨的意思了 因为行情呢 是前面先跌的 跌到不灵带下轨之后 出现反弹嘛 所以目前行情的话呢 让我看的话 就是震荡偏涨 它属于震荡上涨 目前走势的话呢 属于震荡上涨 跌到下方有支撑呢 往上反弹 是震荡上涨 OK 震荡上涨之后 我们再想一下 它能涨多高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 你从四角度当中 可以观察到 上方的话呢 这条压力线是不变的 对不对 然后下方怎么样呢 下方的话呢 基本上啊 这个低点也没什么 太大变化 所以说如果上涨 你大不了就涨到 上方的压力线 2063附近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再想个周期 比如一小时 一小时的段中 我们可以发现 一个信号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 在一小时的段中 这个黄金 如果说要上涨 如果说要上涨 它大不了 就是上方 场上涨线的高点 场上涨线的高点 不就2064嘛 对不对 或者说 场下涨线的低点 场下涨线的低点 2024作为支撑嘛 所以上方2064是压力 下方2024呢 是支撑 所以根据目前走势的话呢 这行情大不了 就是上涨 回散 往上拉伸 涨到上方的压力位附近嘛 对不对 那压力位你可以选两个嘛 一个是最高点 2064 第二个的话呢 可以选那个什么 可以选实体的位置 2055附近嘛 2055 对不对 那如果说 按照目前这个节奏的话呢 行情在逐渐往上拉伸 最终的上涨目标 就涨到上方所说的 2055跟2065就好了嘛 这样的话呢 就确定了大致的一个空间 如果要更细致一点的话呢 可以这样去想 如果说你要更细致一点 可以这么想 怎么想呢 第一个 昨天的最低点在什么位置呢 昨天最低点是2016 对不对 2016中间反弹上涨 就只跌了反弹上涨 画一条这个线 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东西 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可以感受到这个行情上涨之后啊 这个行情上涨之后 它回踩的低点就是2026 对不对 2026 2026是什么位置呢 2026的话呢 是前面这波下跌的低点附近 2026嘛 对不对 然后也是什么呢 也是底部反弹回踩的位置 2026嘛 所以说这个区域 跟前面这个区域怎么样呢 形成比较明显的支撑 假如说行情要下跌 那应该也就跌到2026 然后再往上拉伸嘛 对不对 当然这个位置 它可以不回踩 就直接往上涨 但是我们要知道 2026呢 它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位 OK 涨上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 目前黄金呢 它涨到这个位置 有点压力 或者说有点压制 这个位置在什么 在什么点位呢 具体来说 在2037嘛 为什么说2037 是上涨的压力位呢 上涨的压力位呢 2037怎么样呢 你可以看一下 是左边下跌 航盘继续下跌的中间调整位 然后也是飞龙之前的低点 也是前面的重要支撑位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它有比较明显的支撑作用 OK 把这个捋清楚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出 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目前行情呢 它有可能就是在 2026到2036 这个区间波动 如果突破37的话呢 行情就可以上涨 对吧 反过来跌破26的话呢 行情就要下跌了 因此目前黄金呢 它主要的是在 2026到2036 这个区域当中 波动 或说震荡嘛 在这个区域当中震荡 对不对 那么震荡的话呢 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最终会选一个方向 是突破往上涨 还是破位往下跌呢 这是看市场的选择 也就是说 目前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下跌也可以 你认为黄金上涨也可以 刚才乔老师认为什么呢 我认为经过震荡之后呢 行情破位上涨的概率会比较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行情呢 它整体呢 主要是在什么 行情整体呢 主要是在这个区域 2064到2024区间波动嘛 既然24重新涨回来了 就这个区间嘛 既然24重新涨回来了 那就属于下跌之后的反弹过程嘛 所以按照目前这种节奏的话呢 黄金我是不是要认为 就黄金的话呢 我是不是要认同它上涨 上涨的话呢 刚刚所说的最终目标 看看能不能冲到左侧高点2024 如果冲不到2024 它能涨到2025呢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总结来说呢 黄金啊 就是在没有跌破26之前 可以保持看涨嘛 突破37之后呢 涨到48 涨到55 涨到64 不断的往上攀升 那么这种行情的机会 能不能出现呢 至少现在肯定不会出来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 黄金的产品啊 它主要的波动 主要的交易机会呢 还是在欧盘跟美盘阶段 那么像我们今天早上 给他录制的视频嘛 肯定大家无法跟踪 欧盘跟美盘走势 那么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嘛 大家扫一下 屏幕当中奥维码 或关注我们公众号 回复黄金群 进群之后呢 可以实时的跟我交流 可以实时的 跟大家一起 去把握市场的机会 当然最终呢 也可以看我们晚上的直播啊 好 这是黄金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元右的走势 其实元右的话呢 哎呀 怎么说呢 这是开始震荡的 它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走势啊 它是一个震荡的节奏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元右的日线级别嘛 元右的日线级别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啊 它其实的话呢 没什么太大的单边啊 走势这种的 它现在是呢 走的是一个 类似于宽幅震荡的走势 对不对 前面的话呢 属于单边下跌嘛 或持续下跌嘛 现在开始筑底 开始筑底了 OK 所以给我们那种观念 就是什么呢 不是单边 对吧 行情不是单边走势 只是说 比较大的一种宽幅震荡 好 打这个缺了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 一小时级别 在一小时级别当中呢 我们可以加个均线嘛 比如说 加个20均价线 加一个20均价线 OK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 基本上怎么样呢 基本上20均价线呢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多空分界的作用 比如说 这位置跌破均线支撑 下跌 突破均线上涨 跌破均线下跌 对不对 那么像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 昨天跌破均线支撑之后呢 目前持续下跌 那也就是说 还没有跌完 对不对 还没有跌完 那按照这种思路去想的话 或按照这种思路去考虑的话呢 上方 一浪下跌 二浪反弹 三浪下跌 四浪反弹 五浪到底 那就原油的话呢 按照目前走势 目前属于第四浪反弹阶段嘛 还有第五浪最后一跌 如果 如果说 第五浪最后一跌的话呢 它也是跌到左侧位置嘛 可以在左侧低点附近 去接多单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点位找出来 左侧低点在什么位置呢 左侧低点的话呢 是在69.1 这是最低附近嘛 然后再往上一点的话呢 就是在69.6 69.7这位置 对不对 所以根据目前的节奏 或是根据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呢 根据目前的节奏 根据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呢 这个 这个原油嘛 12345 那么在五浪的低点 去接多单是比较好的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在没有突破均线的压制之前 可以先继续保持看空 跌到69.1 到69.6 这个区域之后呢 逢低接多就可以了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原油啊 它波动太大了啊 一天有几百个点的波动 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注重它的方向 具体点位的话呢 一定要具体分析 目前来说的话呢 就刚刚所说的 方向是什么呢 方向是往多的方面去做 在底位去接多 是比较安全的 大概在69.1 到69.6 这范围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同低接多 那么行情 是吧 到底会不会按照 乔老师所说的这种方向 或空间去波动呢 我们晚上直播相见